不即将转型停止受理新订阅的乔连之月刊 原本办公室好好开放让媒体进出拍摄 但传出裁员消息后 今天办公室所在大楼已经不再让媒体进入 乔连之月刊不敌3C浪潮宣布停止受理订阅后 再传出裁员消息 台北市劳动局证实 乔连之公司在30号送出大量解雇计划书 台北总公司加上高雄分公司 一共192名员工将分成4批解雇 第一波3月31号解雇88人 接下来分别在8月9月和10月31分三个梯次 依序解雇 没有在3月31号全部解雇 因为他还有后续可能有客户的后续售后服务要继续处理 所以他是分批分阶段 看公司还在组织上的调整 劳资双方就资险方案已经达成共识 劳动局也将启动辅导资险员工就业服务 事实上乔连之停开消息一出不少忠实家长大呼可惜 许多妈妈赶着抢订 包包版和悠悠版月刊的订阅名额瞬间秒杀 只不过巧联制员工将在10月31号纯述解雇 后续拿来的人力初刊 后续初刊问题 未来的产品转型要怎么做都只能等待巧联制 出面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